一直以来,赵丽颖凭借花千古、心环诸葛哥等角色被受大家喜爱,本身她清纯可爱的外表就特别招人喜欢,再加上她一向低调努力的性格。 可以说赵丽颖的粉丝群体也相当多,喜欢一个人一定是始于颜值、限于才华、忠于人品。 在如此复杂的娱乐圈,赵丽颖依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,不愧是励志根。 这个窗户外的有着葱葱浓郁的植物,配上赵丽颖的回眸画面有一种被定格的感受,换上了一身莫兰迪色造型的影宝,发现出了另一种文雅和和顺,带着淡淡的怡然自得。 抛开了种种滑闹的事物以后,赵丽颖的气质更值得朋友们去细细咀嚼。 手托三,若有所思,眼神里都有故事,在摄影师的镜头下,营造了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,时而像情窦初开的少女,时而像经历往事的青熟女,每一张都被惊艳到了。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,在很多时候就体现了当下的状态,想必此刻赵丽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,即便是升级当辣妈,现在的资源和咖位依然不输婚前。 明明可以靠颜值出道,赵丽颖天天选择了才华,当大家发现,赢宝如此优秀的时候,这分明就是个妥妥大美人呀。 当了妈妈以后,在掌握女人位这方面有任有余,早在之前寒寒的电影《乘风破浪》里,看到赵丽颖的表现,就发现她拥有这方面的文艺气质,果然这次文艺写真,一出来就美爆全场。